在一些情感内的节目上面 我们经常都能看到一些非常离奇的故事 那有一个大哥呢 他为了挣钱呢 天天都要被人暴打呀 看似好像很辛苦 但是呢 他的家人呢 却对他很不理解呀 那究竟他们家庭里面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交流 可能这种交流 你们自己平时在家里面也很少 刚才你提了一个问题 你说我那时候我那么苦 你有考虑过我吗 我觉得你个问题提的特别好 那你丈夫每天在外面 让人家打 你看这个牌子上写的是人肉沙包 什么鬼 通过让人家打 让人家出气去挣钱 那你体谅过他吗 你洗碗的时候洗的手那么酸那么疼 八年 他在外面我不知道他干了多少年了 我相信也很长时间 做这样的工作心理素质真的要很 那你体谅过他吗 他挨打的时候不疼吗 他被那么多人围观的时候当人肉沙包 他说五块钱出一下气 他不疼吗 他除了身体疼 他心不疼吗 你体验过他的身体疼和心疼吗 哎呀这套工作 他为什么不找一份真实的工作 像人家打人家 像人家照顾一样 他为什么不找一份样的工作 你问过他吗 你实际上你知道为什么不敢 这些你都知道吗 除了在否定他 你打他那个嘴巴 你打他那个嘴巴 跟别人打他一样吗 他在外面让人打 冲过这个来挣钱 你回来就可以打他对吗 这就是你的逻辑 因为你在外面已经那么丢人了 最后打你他就走了 他回到家里都没有尊严的话 你觉得这是一个家吗 你觉得你做一个妻子 你给他一个家了吗 到这时候你来指责他 你的苦他的苦少吗 好做我一个丈夫 你理解过你的丈夫吗 我理解过 你理解过一个男人那样在街上 被人家打来挣钱 他的感受吗 当你在厨房洗碗的时候 你被别人一眼扫过去的时候 可能被眼角夹一下的时候 你考虑过你这样在街上 被别人怎么看吗 他为什么好好的工作都不做 天天要在街上还打呢 谢先生 他为他人发泄 然后去解压 他所做的事情 有一定的风险 但这是一种劳动 也是有尊严的 谢先生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好奇啊 包括您太太 刚才跟我们一直在咆哮 说为什么 我心点的不是这个东西吗 您为什么就非要做这样的一份工作 您今天在这里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说法 您是怎么想 因为我没有其他的技术 我只是会一点点功夫 就挨打 钱来得快一点 没有别的 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 您是怎么发现 被人打也是谋生的一种手段的 我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不用去想 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呈现出来在眼前了 不用去想 我就是这一点 学了一点功夫 一点太长 我没有其他的 我什么太长都没有 我小学 没有等两年书 我都做学了 那时候家庭又很贫困 我们做别的根本做不了 就是因为本钱 进场当技术工 我们不会 那就去学吧 也老不老 小不小的 你能工作几日 就这样被人挨打 就这样被人挨打 等到那时候 说明定那个时候 市场又保护了 所以我考虑到 还是去 也挨打实实在在吧 咱们挣点实在钱 他们一般打你的时候 是 使出浑身劲的人比较多 还是顾忌着您的感受的人比较多 没有 上来打他人一般都是来发泄的 好奇的很少 好奇的就是站在边上看 一般的就是死出浑身劲来打他 那做您这样的生意 有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规定 推出的规定有 就是打退 我两个小退出那种黄线外 我就把人家的钱退给人家 一分不一样 我自己拿两百块钱再讲给别人 哇哦 不管他打多少船 就是五块钱一船 那万一要是您的黄线 不是亏本亏大了吗 您得给他两百 他打你一千才五千 退出黄线是不可能的 可能怎么说呢 有什么心酸 真正要把我按游戏规则之内 打退黄线 那就是两块钱 买体育彩票 中五百万 那还是必须要十年功夫以上的人 您对自己的武功是很有妒忌的 那马宝不来打他的话 怎么说呢 功夫的技术含量吧 那除了在街上 您还去其他的地方 特别打 在一种会酒吧打的话 真的没有真言 我自己就觉得我是没有真言 有些人客人喝了酒 像疯子一样的扑过来 他不是在街上打干游戏规则慢慢来 我为什么手要像这样 站在那里 有的人客人喝了酒 像疯子一样的扑过来 烂打 或者一船打眼睛 我就用手这样挡住 我又不能伤害客人 我也不能退 也不能得罪客人 又要给客人面子 如果打下面这样手盖下来 很难做的 别看他简简单单的挤船头 这里面有很多的 我推人打交道 真的 又要保证老板的生意好 又不能得罪客人 但是我又不能退 我退了我就输了 那个钱而且比我退了之后 那个钱是回我自己亏的 那有没有被打伤过这些年 打伤是否 不这么强 为什么您那么笃定 因为我这个功夫是走船的 走船的 走船的这个内加气功 你看 您这么做的 他就不去学毛宝股 最心理的目的 到底是为了 能够挣钱挣更多更快 更多的钱更快 如果能有另一种办法 也可以同样让您挣得又多又快的话 您就不会选择这样的方式 对不对 嗯 没有别的吧 如果有的话 你还建设这样的方法 如果有的话 真的是挣蛮多的呀 所以这并不是说 你有多热爱这个事情 而是没办法 嗯 怎么说呢 习惯了吗 不怨爱 但是时间 习惯了这么多年 慢慢的 也是这样过来的 那你知道家里人有多担心您吗 他们有什么担心我的 怕您受伤啊 怕我受伤 我真的受了伤 他也没有用啊 他想得很明白啊 如果可以换另一种方式生活的话 妻子 孩子 可以 更理解你 更体贴你 家庭的感情会更和睦 不可以吗 我认为这个不是很重要 如果换到另一种方式的话 这个家庭的和睦 可能也没有多大变化 也是增增吵吵的 那就离婚吧 我的天 您刚才说结婚这么多年吵吵闹闹 即便你不去做这份工作 也是这样的结果 也是这样的 您尝试过吗 还是凭同想象 不是 我真的尝试过 因为他吵吵闹闹的话 我就走呗 我啥都不说呗 这个大叔倒是蛮厉害的 对吧 他们的家庭的纠纷 我都觉得无所谓了 对吧 他竟然可以 就一直没有亏过钱 但是说明他真的是 还是有功夫的 而且也没有受过伤 很佩服 我觉得 估计他上了这个节目之后 他觉得他这么厉害 他直接办一个武馆的话 生意应该挺好 对吧 他就有一份 相对而言更正经的工作 然后就还有一点 可能是因为他 这个大叔从事这样的工作 让自己的子女 妻子 脸上没有 没什么面子 对吧 别人说你爸爸今天又挨打了 赚了200块钱 听着确实非常的阴阳人 我指的尝试是 您或者不去做这样的一份 让妻子孩子觉得很安心的工作 这个不用尝试 我以前刚结婚的时候 没做 没搞挨打 没有啊 比如说我喜欢抽烟 抽烟也是在思考问题 并不是谁的眼影大 来到客人也在抽 他当场就发好 为什么要抽烟 撈撈撈撈的 这是你们家庭当中除了 这是一个细节 我就是主力说 除了挨打这件事情之外 对对对 你给我们举的一个例子 对对对对 如果说家庭生活当中 真的都矛盾重重了 为什么没有想过分开 干嘛还要在一起这么 彼此都不快乐 这是一种责任吧 怎么说呢 对家庭 对孩子的 我在想 是一种责任 可是 但是不是爱 谢先生我感觉 没有感情 不是爱 你觉得现在 对于这个家庭 只有责任 没有爱 我是现在 我的责任 我是个大男人 是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现在觉得 你对这个家庭 没有爱 只有责任 但你的妻子和孩子 感受到你的这种责任了吗 他们感受不到 那问题出在哪里 我问题挣钱 也是 为了这个家 但是确实挽进不回来 我就打算你一回 是什么让你决定 连这份责任都不要了 就是太寒心了 我觉得和他在一起 没有共同语言 这是小事情 主要就是说 活到一块 那你爱女儿吗 这个应该是爱的 对女儿除了爱 也应该有责任吧 那你刚才 看到女儿在密室里 跟他妈妈一起 向你咆哮的时候 您是什么心情 我认为 这个是她妈妈的贼人 那您知道 你女儿最近 因为您的关系 在她看来 因为您的关系 她男朋友 跟她选择了分手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如果你有个 岳父这么厉害 不是很有趣的事情吗 我没有 她见过我 她见过我 我在街上演打的时候 听别人说她见过我 我不认识她 因为我一般不回家 那你觉得这个男孩 是真的爱你女儿吗 如果仅仅是因为 您在街头做这样的表演 她就跟你女儿分手 你怎么看待 你女儿的就段恋情 我觉得 也是我对不起我女儿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真正的爱她的话 也不会分开 不管我是高官 是膝盖 与我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两个人之间感情 他们就着急了 其实说到底 谢先生我 只有一个疑问 您这么坚持 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啊 谢先生这么坚持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一方面 他不顾妻子反对 偷偷拿走妻子的血汗钱 一方面他又口口声声地说 他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责任这两个字 可谢先生 也在现场说出 他和妻子之间 已经没有爱的基础 婚姻面临巨大危机的现实 那么 谢先生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他也在了怎么办 他要来的 他要去哪里 才能购买 他这些人 他要在哪里 还在那里 我和妻子等 那么丢下 他和妻子等 一方面 他就会露几天 那边 这个有些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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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